商汤灭夏 是上古时期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上书、古本竹书纪年、旅诗春秋 以及史记当中均有记载 真实性不容置疑 自古改朝换代 无外乎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和平途径 包括自愿和不自愿的善让 第二种则是暴力途径 主要是指武力取代 商汤灭夏属于哪一种呢 虽然各家史书的记载略有差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是 均指出商汤灭夏采取了暴力手段 比如上书记载说 汤伐节占于明条 史记则说 节败于有松之虚 节奔于明条 而墨家的经典著作墨子 则记载了更为详细的攻城战 说 帝乃使阴暴回有夏之城 天命荣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鱼 为了攻下夏节的据点 商汤甚至使用了火攻等战术 此外 在行军路线上 商汤的大军也破费了一番周折 先是令师从东方出于国 接着生自尔 继尔 声道渡河 在经历了跋山涉水之后 商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下军的西面 一战攻城 这些战争细节 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史观 既有源自殷商后裔所作的商纵 也有来自晋国 魏国的竹书纪年 楚国的清华险 这也就意味着 商汤武力推翻夏朝统治 有着真实的历史塑地 但奇怪的是 这种上层建筑层面的大规模变革 却在考古发现中找不到痕迹 根据2022年6月对外发布的 夏商周断带工程报告研究结论 河南演示的二里头遗址 在地理位置和延续时间上 都和文献记载的夏都真寻相吻合 综合考虑 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 随葬品丰富的墓葬 和制作精良的出土器物 认为二里头遗址 就是夏朝中晚期都役 真寻 那么这个中晚期 具体要晚到什么时候呢 断带工程专家组 之所以将二里头遗址 判定为夏都 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 掩尸商城的发现 掩尸商城与二里头遗址 同在河南洛阳掩尸一带 二者相距 仅仅只有六公里 根据碳十四测定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 在公元前1750年 至前1520年之间 而北京大学 利用AMS法测年得出的 掩尸商城早期供殿和工程 时间年代 在公元前1606至前1538年 掩尸商城第一期 既出土了环底申腹怪 大口尊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物 同时又发现了 胞胎神文革等典型的 下期元文化的典型器物 说明掩尸商城 是二里头文化和仙商文化 结合后新形成的 早商文化产物 据此专家组得出 两个可见性结论 其一是掩尸商城的兴建 是夏商分界的标志 该商城的出现 标志着夏王朝的覆面 其二是 二里头所谓的晚期 显而易见 指代的正是夏朝末代君主 夏节时期 掩尸商城兴建期 和二里头遗址衰往期 在时间上存在一定重合 这也刚好符合朝代更迭时 考古学文化的相对滞后性 继一个朝代游王后 其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依然会在新朝代 延续一段时间 虽然二里头作为夏都的结论 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但考古发现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武装冲突的痕迹 掩尸商城使践时间 处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间 换言之 改朝换代 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 对应这一时期的二里头考古 发现了什么呢 在宫殿区三号建筑旁 新建了二号建筑 并填平了原本的痴壮离记 在宫城东路建筑群北段 扩建了六号建筑 作坊区北墙 新建了十号建筑 并新挖掘了两口水井 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时 人口进一步增加 服务于贵族的筑铜作坊 和绿松石龙形器作坊 仍在大量生产 且生产的青铜器具越发精良 但并未发现大量 作战用的青铜兵器 已发掘的铜兵器 不过三十来件 而且主要是 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 出土器物 多数属于酒器和礼仪用具 这种和平发展的景象 完全不像是一个 新疆灭亡朝代的都城 这跟瑶都陶寺一指 所呈现的宫墙被砸 王族墓葬被毁 妇女被乳的末世景象 有着天壤之别 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海涛 在对二里头文化 晚期阶段的资料 做综合树立时 曾得出如下结论 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 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 但与此同时 二里头的铸铜 制漆 加工骨脚器等手工作坊 还在继续使用 还新建了公式建筑等 大型夯土工程 这种一废一星的差异性 也说明二里头 的确没有在下伤星体之时 遭到商汤的军事进攻 它的独一性质的丧尸 完全是掩尸商城 郑州商城 先后建成以后 自然衰落的结果 也正因如此 所以才有了人为选择性的 拆除象征王权的建筑 而保留包括工程在内的 其他遗迹 而暴力工程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就产生了两种推测 第一种推测是 文献记载错误 即商汤灭夏 属于和平演变 是随着商族强盛后 夏后市主动做出权力让渡 从王权自降为诸侯的结果 第二种推测是 二里头并非夏朝最终灭亡地 故而考古至今未发现 夏朝灭亡的种种痕迹 对于第一种推测 我们在上文已经做了较多论述 即商汤武力推翻夏朝的史势 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史研 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而对于第二种可能 却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 事实上 文献记载的夏商主战场名条 并不在二里头一带 史记夏本纪集结 因孔安国语 地在安逸之西 因本纪正义 因阔地制 亦提出 高崖原在蒲州安逸县北 三十里南半口 即古明条墨也 明条占地在安逸西 这些记载 至少说明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即夏朝灭亡的痕迹 的确另有他地 如此也就合理地解释了 二里头至今找不到 夏王痕迹的原因 那么夏朝的灭亡地 明条究竟在哪呢 贵州一位教授 提出了脑洞大开的设想 贵州传媒大学教授 王某成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 公开声称 夜郎系民族建立的夏朝 远在古埃及 古埃及在中国 公认的可靠典籍 律师春秋中 被称为明条 商汤灭夏 战于明条 埃及遭到来自 亚洲古中国人的 入侵和统治 单就王教授的 研究结论而言 如果夏朝是古埃及的话 倒也的确能解释得通 为何至今在中国境内 找不到夏朝灭亡的痕迹 但如果我们略加思索 就会发现 这个研究结论漏洞百出 首先 没有任何历史典籍 称古埃及为明条 而更多的则是将其指向安逸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一带 而近南考古发现的东夏丰文化 已经被证实与二厘头文化存在 直接传承关系 其次 商文化的考古谱系 因甲骨文自证材料的出土 已经得到世界公认 既从河北一带的夏西元文化 发展为伊洛一带的二厘港文化 再到安阳一带的伊区文化 脉络清晰 此外 东夷越诗文化 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文化 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难想象 与商夷存在数百年互动交流的 下族群 会在万里之遥的古埃及 第三 商汤是如何带领军队 横穿整个亚洲 在沿途不留下任何文化遗存的基础上 灭掉古埃及的 恐怕是王教授无法解释的硬伤 所以抛开证据严重不足的挨下论 我们回过头来 再去回答文章的疑问 为什么考古至今没能找到 夏朝灭亡的痕迹 北京师范大学博导 曹福林教授 曾对甲骨补辞 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统计 在已知的 1.5万条夏朝人 祭祀先祖的补辞中 祭祀先公上甲的 有一千一百多条 祭祀先王足矣的 有九百多条 祭祀先王商汤的 有八百多条 祭祀先王武丁的 有六百多条 这说明 在商朝人眼中 有着灭下大功的商汤的历史地位 并不是最高的 甚至不如晚于商汤的商王足矣 除此之外 在祭品使用的数量上 也没有体现出商汤地位的独一无二 比如 以为九资品 上甲石 报乙三 报饼三 报钉三 士人三 士鬼三 大乙石 大钉石 大甲石 大耕石 小甲三 再如 庚臣补 九字上甲一牛 至士鬼一牛 字 大乙九氏一牢 一氏一牛 甲骨文中的大乙就是商汤 第一段补词告诉我们 祭祀商汤所用的物品数量 和上甲大钉大甲都一样 第二段补词告诉我们 从大乙开始以下的九位先王 都想祭牛一头 这说明 商朝的建立者商汤 在被后世子孙祭祀时 祭品的丰富程度 并不比那些不知名的王多 地位并不突出 换言之 商朝人并没有觉得 商汤灭下是不始之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所谓的王国王朝这两个概念 那都是后世 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 对于当时人而言 他们并不存在这种 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在商汤之前 商族群已经存在多代 先公统治期 比如甲骨文中享受隆重祭祀的上甲威 而到商汤时一代时 他在历代先公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了疆域 比如灭掉了一个叫做西伊的地方 在我们看来 象征改朝换代的商灭下 可能在当时商族人眼中 只是灭掉了一个以前打不过而被迫进攻 但现在实力严重下降的族群 这可不是无济之谈 夏朝脱胎于摇顺部落联盟时期 其建立之后 长期遗留着诸多上古士族体制残存 在中央和地方层级的权力架构上 夏朝也远不会像秦汉唐明一样 有着自上而下对地方的控制权 所谓的夏朝 其实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夏后世方国 对其他各自为政的诸侯国 有名义上的宗主地位 这也就是曾任二里头靠谷队队长的 许红教授所说的 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 一二百年的时间里 也记载所谓的夏王朝前期 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 王朝气象的原因所在 在所谓的太康师国 绍康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上 我们同样会看到这一独特的政权架构 据史书记载 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在位时 发生了东夷族有穷士首领 后裔带下事件 第五位君主相继位时 唯一所逼乃喜商丘 依同姓诸侯甄冠甄巡士 帝相继位 楚商丘 元年甄怀仪 二年甄丰仪及皇仪 后裔对夏朝的取代 其实只是占据了夏起时期建立的 扬笛都役 而对于夏朝君主而言 冲启量就是打不过对方 被迫迁徙 不存在什么王朝正统观念 所以夏族群迁徙之后 没有想着收复故都 反而是向东去打实力更弱的 淮仪 风仪 黄仪 这些东边的族群 其本质上 依然还是龙山文化时代 不同方国之间 互相征伐迁徙的缩影 当商族崛起于河北之时 原本尊奉夏后世为尊主的 诸多方国部落 转而听从商的领导 当夏节想要罚商 却发现 久于之时不起那一刻开始 他的地位已经从天下共主 自动降格为一个普通诸侯国国主 原本作为拱卫都役的外围诸侯 现在成了商军的盟军 这就必然导致两种结果 第一 夏商决战的规模不会很大 实在 银汤粮车七十成 必死六千人 夏节所掌控的兵力 只会比商汤更少 仅限于夏本族兵力 第二 夏节射防区域 不会在一马平川的一落平原 而只会选择一处 有地理优势的区域 平显巨首 明条正是其中之一 而明条所处的地理位置 必然与商军之间 存在着高山大河等地理阻隔 如此才会导致 商汤在禁军时 被迫翻山越岭 渡河迂回 而至于明条 是否如史书记载那样 是在山西 亦或者是 如学者推测的那样 是在河南风秋 或开封 只有等新的靠谱发掘秃土之日 我们才能最终找到 夏朝灭亡的痕迹 不过 鉴于这场 改朝换代的战役 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 那般大规模 持续时间长 考古能最终找到的几率 恐怕并不高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